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嗨 晚安 嗯 今天又要在哥哥房間了 因為我剛剛喬了一下 哈囉晚安 謝謝洛克的真情告白 對啊 我先 今天又是在我哥房間 因為我媽媽好像最近這個禮拜都要帶 等一下我的光好怪 謝謝勇哥的帶我去流浪 都要在 這個 那個 都要在家上課 大遲到 對啊 對啊 是因為這樣的 其實因為我本來今天的行程就是 你的我的光超怪 好 先說 好 謝謝金瓶之後 帶我去流浪 等一下 我的光要怎麼調 我這個ipad不能在這 我哥房間 好 狹窄 來 吃了一天 對啊 昨天因為 謝謝主星當的錯說你 昨天因為 好 其實就是 為什麼我說光這麼怪 好 其實是因為這樣的 就是呢 因為 演唱會延期了嘛 等一下 這個光怎麼啊 演唱會延期了嘛 所以 很多事情 都沒有照著原本的計畫 昨天是因為 昨天是因為吃飯吃太久 對對對 等一下我要怎麼避開這個光 是因為我的鳳梨嗎 對 然後呢 本來是沒有辦法去吃飯 因為本來的話 如果照演唱會順著舉行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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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個 禮拜六禮拜天都是 滿的 就沒有辦法 晚上跟早上都有事情 就沒有辦法去吃飯這樣 然後後來因為 演唱會取消了 然後練習也先取消了 就變成說 欸又可以去吃飯 所以就去吃了飯 然後結果 發現 欸來不及趕回來 然後想說那 母親節嘛 所以就 就 改一下這樣 然後對 行程被打亂 行程真的被打亂 嚴閉 對啊 難得就是吃個飯這樣 然後 發現真的趕不回來 就 也沒有到大餐啦 就是 就是一般的 不行 就是一般的 餐廳 對 等一下 下禮拜行程也不能確定 但是因為 就是我們也是做了很多討論這樣子 然後 我覺得 其實有好有壞 就是也有 也是有好事發生 我覺得 大家大概這個禮拜就會知道 就是有一個我覺得 對大家還不 也不是對大家 反正就是 我們盡量 能做一些事 就做一些 晚安 Sam 我們 我們要請客耶 我們要請客 哈囉 BC 我沒請客 我妹沒有去啊 因為我們太突然 我們就是 其實也沒有 我們沒有約什麼母親節大餐 因為本來我真的沒有辦法 吃母親節大餐 然後 我們只是 剛好就是我那 我晚有空 然後就吃個飯這樣子而已 對 今天怎麼在哥哥演 哥哥的房間直播 因為今天 謝謝Sam的愛你喔 因為今天 媽媽又要上網路課 然後 我昨天 我昨天得知 不是昨天 我剛剛得知 就是 那個 我媽媽 呃 這個禮拜都要再加上網路課 所以我 我的 我11號不是有個直播嗎 我要去問一下我哥哥 他晚上有沒有事 因為他最近都比較早回家 對 可能是因為疫情關係 那如果 然後如果 他那天 會比較早回家的話 我11號 可能就會改成 中午直播 這樣子 對 先跟大家說一下 謝謝聖翰的紅玫瑰 好 我 拿錢打發哥哥 我哪要拿錢打發哥哥 我哪要找回家 還怎麼樣 謝謝天竹竹吹車的真情告白 就是 現在大家都要擠在家裡的感覺 晚安 對啊 中午 昭和時代的偶像 對 那個其實我本來想說要PO文 可是我 我已經 我本來要先PO文 但因為我剛剛在忙 就沒有時間PO文 這樣 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 哥哥知道你要用他房間嗎 不是啊 因為他最近都比較早回來 我就是得 要告知一下吧 像今天我就沒有告知他 因為我相信9點 我今天播到9點 我相信他9點之前不會回家 可是如果是9點到11點 我就會有點害怕 我怕他會回家 晚安 對 就沒辦法偷偷來 妹妹我會去看他球賽嗎 有機會的話我會去啊 我現在就是有一點 我現在就是有一點 怎麼說 我心疼現在偏亂真的 我現在有點不知道 我現在每天都不知道我明天要幹嘛 對啊 現在就是有一種 等一下房間真的好黃喔 現在就是有一種 那個 我現在 你們知道我現在說 打在行事律上的行程 每一個都刪掉了 哈哈 對 我們這樣 我們應該這樣不要出門 對啊 但是我還是會 那個 處理一些事情 因為有些東西 就是在收尾的階段 我們還是把它收尾掉 因為就譬如說 準備了一些 相關東西 就是 不然就是 都要收尾 然後 因為延期 然後就割的也很奇怪 所以有些能做的 能做完的事情 我們還是會照著 我們還是會照著 額 就是 順應那個行程 對 我的行程跟現在留言一樣亂 對 還是得去公司 因為就是 就是有些影片啊 或是有些東西 必須要做 有些東西是必須在做 最後確認的時候 然後 然後 現在雖然有點尷尬 可是就是 還是 還是 繼續 完成它吧 就是目前是先這樣子 因為 就是 怎麼說你放著 好像也有點奇怪 然後我們就是 換一個心態 我們就是一直在想說 欸那至少現在 我們可以更 餘裕 就是把它做得更好 這樣子 謝謝Derek的 浪漫旋轉木馬 就像我們現在可能 我們平常 我們照著原本的行程 其實是 欸我這個禮拜 我 上個禮拜 就是做了很多次 都是要就是 最終確定 這樣子 然後 可能就是 現在的話就是 再想想看 還可不可以做得更好 或是 欸又有 又有時間了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做得更完善 這樣子 所以其實也是 也是 也是不錯 就是 就是 有好 有好有壞 哈哈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 我們就是要樂觀的面對他 對 但雖然現在 延期到什麼時候還沒有 時間還沒有出來 還沒有 因為現在疫情就是不明朗啊 等一下 我要吃我的鳳梨 謝謝 謝謝帶我去流浪 謝謝家具帶我去流浪 我最 我之前 幾天還就是在 減肥中 你們知道嗎 那我現在也不減肥了 而且我本來已經約好 就是 要去做那個 那個叫什麼 手部指甲 跟懶頭髮 但我其實 有 我其實會去懶頭髮 但我現在還沒有 反正就是 做了很多事情 對 也約了很多 本來做了很多事情 對 全部 全部不一樣 欸這邊的光真的是很 微妙是不是 為了演唱會減肥 為了演 就是想說為了演唱會 就是 最後 努力一下 趕快 看能瘦多少 瘦多少這樣 然後 本來想 想說要去做那個 水晶指甲 對 水晶指甲 今天帶帽子的原因 是因為 今天帶帽子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我其實 就是我想去懶一個頭髮 但是呢 我還沒懶 我還沒懶完成 因為今天時間來不及 對 然後呢 對啊 今天光好奇怪 反正就是等我懶完之後 再給大家看 對 因為今天真的來不及 我真的太趕了 趕回來 這樣子 有另外的髮型 反正我已經想好要懶什麼顏色 但是因為這個顏色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 現在還 明 下次再給大家看 對 不是啊 你知道為什麼 我後來還是決定去懶 因為我本來 其實我本來要去懶頭髮 但我本來 想懶的可能就沒有變那麼多 就是 我本來想的顏色 可能是比較 接近我原本 最近的樣子 然後 然後呢 現在因為我 就是延期了嘛 但我還是想說 不行 我還是去懶一下好了 我就是給自己一個轉換心情 然後我就選了一些特別的顏色 但這個顏色就會需要比較多的 那個 那個 就是比較多的 反正就是我還沒懶完就對了 我還要再去懶 因為我今天太趕 對啊 今天太趕 還未完成 未完成 未 那個 我禮拜三再給大家看 謝謝Alex Lee 你受不了你演唱會的時候不好看 對啊 所以我也沒有要讓自己不好看 我有盡全力的要讓自己演唱會最好看 可是 對 但是你們知道嗎 就是 像我指甲後來我也沒去做 因為 因為 因為指甲 可以分兩次男髮嗎 可以啊 對啊 反正就是 我本來是要做水晶指甲 因為 就是阿伯先生說 人生只有一次耶 當然那個手也要漂漂亮亮的啊 然後 就 那個 讓我覺得對 沒錯我應該要去懶一下 然後 我就已經 已經 打算要約好 都快約好時間之後 就 也沒約成功這樣 也不是沒辦法去做吧 因為那個 做指甲很貴 我只想說我只要做一次就好 就演唱會那一次就好 其他我就不 其他我就 其他我真的 其他就先等 其他就有點太奢侈了 奢侈了 對不對 打玻尿酸 順便露毒 這邊那個 醫美一下 每一隻手指都不一樣 就是 阿伯先生說他要帶我去 就是他認識的店一起做 這樣 本來是這樣講好了 那後來也就 就 就 對 就延期 反正等到演唱會日期確定之後 演唱會的前 一個禮拜 我就會去做指甲 你看我本來都已經想好 而且我本來的計畫就是 我本來的計畫是 就是 這個禮拜的直播 直播完之後 我要去懶頭髮 所以大家是不會看到我的 就是大家看到演唱會的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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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髮色不一樣的我 我本來是這樣想的 就是 對 就是反正這些現在都是平行時空發生的事情 對 反正是想說 直播完之後我去懶頭髮 然後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演唱會出來的我 就會跟 演唱會 就會跟直播上面長得不一樣 對 對 想給大家驚喜 對 剛好是懶好上陣的狀態 本來是這樣想 但現在也沒關係了 現在就沒差了這樣子 現在明天怎樣也不確定 欸真的我現在真的是 但是我最近是真的很感慨欸 喔對 結果現在懶一半 我最近是真的很感慨喔 最近是真的覺得 就像我 體會到就是我那個演唱會 我一收到延期的消息 我現在爆雷了 沒關係 下一次 日期都還沒決定 到時候 還是會做一樣的事情 對 就是 謝謝Momo 謝謝Momo 感慨什麼 感慨就是 因為我本來是超級 我本來是超級 我本來是超級緊張超級 超級 有壓力超級忙 就很怕 譬如說很怕沒準備好 很怕準備的不夠 很怕 哪個內容不行 哪個什麼樣什麼樣 很怕這個 怎麼樣怎麼樣 就很多事情在處理 本來是這麼這麼忙的狀態 就是每一天都 好多好多事要做的狀態 然後突然間就是決定延期之後 突然間什麼事都沒有了 真的是什麼事都沒有了欸 就是 因為我 因為我 我進五月其實 其實我一直都是這個狀態 就是 準備演唱會的狀態 謝謝瑋瑜的JuJu女 謝謝Akia的布 本來就是一直都是在準備演唱會的狀態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 向著演唱會這條路走 基本上就沒有在看其他的 結果瞬間就是 沒有其他事情 就是很奇妙的感覺 瞬間 對又更多時間可以準備 瞬間突然間 沒有了目標 瞬間我不知道我要幹嘛 而且我明天也 不知道要幹嘛 後天也不知道要幹嘛 但到底是 沒辦法 怪任何人 你知道嗎 就是疫情的關係 然後 握手會會有變數嗎 可是我覺得他們都已經 我覺得握手會應該不會有變數 因為我覺得 不是也研發了 就是有線上握手 線上的方法 然後 對阿 我覺得握手會應該是不會 不會再延期吧 畢竟 我覺得現在的狀態就是 還是要想辦法過日子這樣子 對我畢業後也不知道要幹嘛 先習慣一下 對阿所以我就覺得握手會應該是不會有變數 嗯 大家 我現在真的 每天的確診人數很多 然後 但我都覺得感覺 感覺有一天 遲早都會得這樣子 對阿 你可以視訊了 其實也是 我覺得蠻 我覺得 有好事 真的也是有一些好事發生 對阿 還是好事發生 為什麼會 因為為什麼我已經演過一次了 所以我覺得 再演一次 有一點微妙 就是 當初演過一次 然後現在又再演了 感覺好像是 永遠是 不能握的手 不能握 這是鳳梨喔 這是鳳梨 對阿 我身邊是 比較少人阿 可能我沒朋友 所以 我身邊是比較少人確診 對 但是我覺得周圍聽到了很多 很多 很多 就是看新聞阿 然後 划一些文章什麼的 就是 真的很多人確診 大家要好好照顧自己 就像我 我超 我超奇妙的 就是我昨天還是前天 我昨天還是前天 我收到了那個 社交距離 那個叫什麼 社交距離的通知 然後他通知我 之前有接觸兩 確診者兩分鐘 兩分鐘 重點是你知道嗎 就是 我是五月 不知道幾號 好像前幾天好 七號 烏魚 謝謝烏魚 成為大雄堂 我是五月七號 才收到通知 然後那個日期是 四月三十號 都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七天 我想說 已經過了七天了 那 好像也沒有差了 就是 已經沒有差了吧 你五分鐘 我是 我是兩分鐘 對我是兩分鐘 完全沒有你 忘記遇到誰就算了 我根本忘記 我那天在幹嘛了 好不好 我已經忘記我四月三十號 在幹嘛 就是我 我那天幹嘛了 完全想不起來 就接觸兩分鐘 謝謝醫生繼續被贏一月 這幾天才尾巴 對 那都過七天了 可是我 那我沒事 我應該沒事吧 就是 就是 時間是有過你選上嗎 我不知道欸 鄰居都中了 你也沒這種 平常的事情 其實我也覺得是平常的事情 但是我 就是每次一直聽 什麼 一些新聞啊 確診什麼 然後就突然會覺得自己喉嚨癢癢的 我覺得這是一種 就叫什麼 心理因素影響 就是 就是每次都會覺得 我是不是不太舒服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這樣 可是我有時候都會這樣 就是突然間聽很多 然後就突然間覺得 嗯 我現在是不是 我現在 喉嚨好像怪怪的喔 我最近好像怎麼樣 對 就會有一種心理作用 真的 然後我就分享給我經紀人聽 我就說 你不覺得每次聽到大家在講 謝謝堂堂成為大兄堂 我就說 謝謝竹心喔 謝謝竹心喔 我有一次就跟我經紀人說 你不覺得每次聽別人在講 就會有一種自己喉嚨很癢的感覺 然後他就說 對他也會 然後我們就說 欸 果然我們就是會自己嚇自己 這樣 真的是自己嚇自己 喔 對啊 我真的算很常快篩耶 我真的 很很常快篩 而且 很會快篩 已經篩很習慣了 都是心理作用 對啊 我覺得其實心理作用有時候 好像影響很多耶 所以我是不是應該要一直說服自己 我很堅強 可是現在其實 無症狀的人也很多耶 其實很多都是輕症跟無症狀 只是睡太少了 只是輕症跟無症 無症狀 輕症跟無症狀就會 其實有跟沒有好像就沒什麼差別這樣 對我是同鼻子專家 一個禮拜要塞幾次 我上個 我這禮拜 我上個禮拜到後面我都沒有出門 所以我就沒有塞到 但是我 前一個區間我大概兩三天就會遇到要塞 塞一次 謝謝Jaisy久久的早安寶寶 我都用哪個牌子的快篩喔 我不知道耶 我好像 我好像三個都有用過三種 其實 劇組用的是那個一盒很長的白色的 然後 公司有買的是有橘色 橘色是 橘白的那是它 它篩的那個會比較長一點 其實我比較喜歡那個 因為我覺得比較長的 就是比較好捅鼻子 然後也有用過小的 短的藍色的那 有藍色的 就是 很多 我每一個都用過 當然我都不記得它的 那個牌子的名字 我用過三種 橘白的 我不知道 我沒記牌子的名字 對 完全無症狀 真的也不能怪人家無症狀耶 真的 藏的對 藏的比較好伸進鼻子 短的我會覺得說 我不知道我到底 有沒有 就是 有沒有夠 夠了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既然要 我覺得既然要篩 我覺得既然要篩 我們就一定要篩到底 就是我們一定要 不要 不要心老 我們一定要戳準 但是也不能太底了 太底會戳破 大家可以看那個聆聽力 聆聽力拍的那個 怎麼快篩這樣子 喔對啊 這個疫情就是老人跟小孩 比較可怕一點 不然平常就是打疫苗這樣 通貨品牌太少 其實外面 應該還有更多更多品牌才對 是不是 也比較好掰斷那個棍子 我是覺得比較細的比較好 就是比較強比較好 判斷狀況 對 他有加分 但最近大家應該也 有快菜的經驗吧 以前你們應該 你們應該 你們應該 我要吃了我要吃 我要吃 要吃多吃 大家要多吃水果補充 維他命 社 叫什麼 維他命C 沒有啊今天有喝珍珠奶茶 今天沒有只吃鳳梨 今天是有喝珍珠奶茶 沒有我最近都吃很少 最近都吃一兩餐了 嗯 我自己是覺得 上班族跟 學生比較容易 中假 嗯 對啊 普通雷他命C 我明明就不用減肥 我現在 你前陣子被隔 真的喔 你被隔離了 我減肥有成功嗎 像是劉小琴還是我變瘦 你就知道有沒有成功 劉小琴像是 跟我 不知道要去幹嘛 他就說 你變瘦了欸 成事啊 這樣子 你就知道我成功 學生真的超危險 對啊我覺得學生很危險 哇一盒五劑 1800 那一劑是多少 300塊 太貴了好貴了 現在應該變便宜了吧 對現在變九宮格 什麼他說謊 劉小琴不會說謊好不好 謝謝瑋哥的真情告白 謝謝瑋哥的真情告白 喔 我要去我要喝 我想跟大家說我的 生血真企劃 是招呼偶像 故意好像想進來 可是故意不能吃鳳梨 所以他不能進來 不要讓他進來 不要理他 哈囉蘋果貓 對我的 生血真主題是招呼偶像 其實還蠻緊張 我都會懂那個 生血真姐姐的心情 就很怕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的那個 忐忑的心情 對 好了我在選招呼偶像呢 其實是因為 我是很喜歡復古的東西 復古年代的東西 我就很喜歡 不管是歐美的啊還是日系啊這些 我都很喜歡 然後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穿過漢服 然後也穿過很多 嗯怎麼說就是 一些古代的衣服 然後有些東西又有 像歐美的話又有點難去呈現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欸那招呼偶像 那這個招呼偶像的感覺應該是還不錯 滿容易可以去呈現 因為其實也不能只照著我想要做 因為我們也要思考大家的接受度怎麼樣 對阿和服 浴衣我們其實也都 也都出過了 那我就想說 那復古還有什麼沒有玩過呢 這樣子 然後後來 其實做的時候也是想很多 在想說 蛤這 你們會喜歡嗎 會不會男生其實 沒什麼感覺啊 欸這個怎麼開啊 我要重點等一下 欸有折衝嗎 稍等 開錯延長線 對阿然後就是在想說到底 而且又怕男生會不太喜歡這樣 可是後來呢 就想說我其實很難去猜測大家的心思耶 最後我就想說算了 我們就也很謝謝那個 森協森姐姐給我的大力支持 我們想說算了 我就做我喜歡的 我就做我想做 我想了很久 其實我想了很久 我想了大概一兩個禮拜了 因為那時候其實還蠻趕 因為我剛好他們給我做五月 五月其實有點趕 那個其實五月是因為 本來是我畢業演唱會嘛 對服裝不是我設計的 服裝是我們 我們一起討論然後去找的 對 然後反正我們就做了 我做了我喜歡的這樣 然後也有找一些reference 這樣子 真的嗎 是齊威這個喜歡的一次主題 那你怎麼配這個表情符號啊 怎麼配這個表情符號 然後那個獸袋總共有三個文字 也是我想的 一個是令和小偶像 那為什麼是招和偶像 我們卻是令和小偶像呢 因為呢 因為我們是令和偶像 只是我們只是要去體會這個 招和時期的 因為招和偶像其實是一個很時代的標誌 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很很經典的存在 喜歡到發抖 其實它是一個很經典 我發現我要後退一點 其實它是一個很經典的存在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走到令和了 所以我們就是令和小偶像 然後有一個就是 那個第一美少女 對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 就是很少人 很少人杯的 最後一個是 敬情施壓中 就是比較 比較 施後生血就沒有了 我只企劃這個月 因為剛好 我是五月半畢業演唱會 所以我只企劃了 他們就是給我企劃五月這樣子 對 最後一個就是 敬情施壓中 就比較 比較少人有杯這個 敬情施壓中 欸我其實也有杯一下那個 對 我也有杯一下 對 然後 希望大家會喜歡 對 就選了幾款衣服這樣 選了很多欸 其實 考量 因為其實生血服裝還要考量各個 因為成員有 有各種各 各種各種 所以 也要考量大家 大家的風格是怎麼樣 這樣子 就是有選一些比較多面向的 背帶是我們做的 定做的 背帶的三款是 背帶有三款 是我 是我們定做 然後文字是我設計的這樣子 為什麼自己沒用施壓 因為我是第一美少女啊 我到最後一次了 我當然要成為第一美少女 沒有啦其實我 其實我 也有杯 敬情施壓中 也有杯 以後你們應該會在別的地方看到 我有杯 敬情施壓中 好像只有一家有杯 是不是 一家不愧是我的粉絲 欸我發現我會那麼黃 是因為這件衣服吧 是因為我穿這件衣服吧 林語心送我的生日禮物 借楊公公的掌聲鼓勵 因為這件衣服 會讓那個 會把那個光搶走 對 因為我是第一美少女 各位怎麼一直叫 因為其實現在家裡就是我媽媽在上課 然後我家裡沒有其他人 我妹去上球賽班 然後我家裡沒其他人 所以故意就是 其實他現在是有點寂寞的狀態 對你們知道 但鳳梨他又不能吃 所以不能讓故意進來 因為我沒辦法給他吃鳳梨 對啊怎麼跑掉啦 要怎麼讓他 白平衡回來 拿我哥的書擋一下 對他其實有點不聊 好沒用 這個白平衡不知道要怎麼搶回來 好沒事 哈囉阿彭彭 我要照顧一下Cookie 他現在不在我這裡照 他現在在找我媽媽 他現在在找我媽媽 對 他現在沒有找我 但我自己覺得照合偶像這個主題 是不是男生比較不懂 就是 男生比較 男生會比較 可是我也不知道男生到底喜歡什麼主題耶 好難喔 因為我想了很多 歐洲宮廷裝 其實我本來有想過歐洲宮廷裝 可是 其實歐洲宮廷裝還蠻難 而且其實 那個衣服成本應該是蠻 蠻 蠻蠻蠻蠻高的 對 泳裝 可是泳裝就不是我 泳裝就沒什麼好設計的阿 就是泳裝就是 講不出個水藍 就是泳裝 只是 插在 因為泳裝我們其實已經出過 對 泳裝我們已經出過 然後 我在出泳裝好像也只是 插在我選我喜歡哪一套泳裝而已 這樣子 對阿 然後 還有一些 考量 上年級的老人很懂是要和偶像 真的嗎 那你們應該很想要收藏嗎 你們應該很想要收藏吧 婚紗是不是 喜歡婚紗的主題 欸其實我還要想過那個 那個 球衣之類 可是又有點難 球衣又有點難達成 就是有些東西還是 有一些 就是 叫什麼 屏障 障礙在 對啊 我浪大概會播到哪幾個 我不知道 我現在還不知道 我現在還不知道 我浪會播到哪幾個月 我現在不知道我什麼時候畢業 我現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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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職停薪 呵呵呵 留職停薪狀態 球衣 對球衣 就變成比較難 如果賣不好 你會擔心嗎 我可能會小難過 但也沒辦法 就是 畢竟我也抓不準 大家喜歡的 賣的好 我 我也抓不準 但我 不知道 但我是覺得 很多時候 好像女生跟男生喜歡的 對 留職給心 呵呵呵 感謝好言娛樂 留職給心 沒有 就是 沒有我也有在 還是有在付出努力 謝謝天主主者的看好你喔 就是 嗯 客群騙騙騙騙 也不是就是 我也不太懂大家的喜好 我不知道 有些主題也是 欸不知道你們會喜不喜歡 可是 就賣很多 啊有些說 欸明明這個就很好看 怎麼賣 就賣得還好 就是 覺得 那個 大家 喜好有點抓不太準 對對對 對啊現在就在工作啊 呵呵 接近零產出 最近其實很為難欸 因為其實最近好像也不應該亂跑 就是亂出去 因為衣服而買生鮮 你都不是 什麼你都不是 你都不是 你都不是 對啊你們是看臉嘛 對不對 有時候臉就夠了 先去上班 天主主廁說 拜拜 上班加油 上班加油 反正什麼風格 對啊我 其實後來我們也是抱持了這個想法 就是 其實 好像不用想太多 反正 身鮮症就是 主題一直 就是要做嘛 就是 想做就做這樣子 臉部特寫 身鮮什麼 哇 哭也很兇啊 哭 哭下去 就算穿這樣我都買單 連重陽節睡衣都買 就知道不是為了衣服 果然大家都是 撐著 靠著這張臉 等一下我要後退一點 後退一點 後退一點就會變白 他想進來 沒有他在找我嗎 後退一點 可是我看不到留言 我真的不能穿這個衣服直播 真的錯了錯了 你 你 你的嘴 就 微微 感情 你 又 微笑 僅僅我 在 頭髮試試 不行啊 我的頭髮我還是 過幾天再公布給大家 對 對 其實看起來還可以 真的拉 欸 我差點念什麼鮪魚 可是你是鯨魚 你是鯨魚不是鮪魚 為什麼我會看成鮪魚啊 為什麼我會看成鮪魚 快笑死 我的視力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哈囉枕頭 視訊我會尷尬嗎 我不知道 我其實 我覺得應該不太會尷尬 可是 視訊有時候就是 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 那種卡啊 或是 類的 譬如說 譬如說 我說 你好 然後你可能收到的是 你好 等一下 就是你知道會慢嗎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或者是 我在這邊聽 啊你說什麼 然後 你的話可能很久 很久之後才會傳過來 然後我很久之後才會聽到說 喔 對對對 就會比較 微妙 但是其實不太會 我不太會尷尬 就只是 會有一些 沒有辦法 就是 沒有辦法控制的delay 對對對 網路延遲 就有一些 網路延遲就沒有辦法 就是 多少還是會遇到一點 就 現在就有一點 現在就有一點了嗎 反正也沒辦法這樣 對啊 感覺卡了沒傳好 對啊 這樣有點可惜 大家要記得 還是大家先把想說的話 先寫字寫出來 這樣就不用怕那個lag 這樣子 一字五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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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五張就很保險 哈囉小惡魔 哈囉L 有點可惜 我手先送人 還是您 有辦法跟他要回來嗎 呵呵呵 對啊 我說拿字卡啊 先拿好 先準備好要講什麼 以防萬一 對 感覺跟直播沒兩樣 沒有好不好 至少見得到面啊 對不對 先看到動作再聽到聲音 這也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沒有啊 你就是先準備好那個字卡 至少 好 對啊 早知道339分這一天 還看看 欸現在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重新登記 是不是沒辦法 好像也沒有辦法齁 有點可惜 哈囉正一 哈囉熊打 你們就是先 線上你們就先準備好那個 那個字卡 然後 然後 如果lag就趕快拿出來 這樣子 我無法 那就是命中注定的相遇 就是命中注定的相遇 沒辦法 好 真的有點可惜 但 對 沒關係 我真的覺得 就是其實這樣也是 有一些好事發生啦 往好處想 就像現在可以改線上 至少 有一些海外的粉絲 有機會 雖然說可能 大部分都送人了這樣子 對 Ricky 謝謝Ricky 哈囉日紅 哈囉芋頭 但對阿 我覺得其實公司也 盡量處理 就很難阿 其實你說 公司其實 我覺得公司其實也是 要面對蠻多 因為其實現在的狀態下 現在的狀態老實說 就是 沒有升三級嘛 那其實就是 其實照理說就是 嗯 沒有規定不能 沒有規定什麼 完全都沒有規定的 就是 就是可以照常 你可以照常 就是 但是 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要自己 我們就要去承擔這樣子 對啊 就 公司也是要心 就是心臟很大 對 就是 盡量去處理 這樣子 就希望 就是疫情趕快過去 而且聽說 日本要開放 旅遊籤了 日本要開放旅遊籤了 耶 應該十步跑不了 希望以後 以後希望 那個 以後希望有 有機會可以 可以 那個 以後希望有機會 對 也都有線上 這樣就有機會 可以跟海外的粉絲們見面 對 六月 雖然說 不知道會不會 但我知道 我知道我看新聞 它好像說 就是 現在開放只會 只能跟團 就是不能自 自 自遊行 只能跟團 就是比較 比較保險一點嘛 就是 畢竟 跟團 就比較不會有 不能控制的情況 但是 反正就一步一步 慢慢來 SSK的北海道行 對啊我最近在想說 我要不要去學開車 就是 利用這個 這一段 不明朗的 空白期 去學開車 但是 我要看 我要看我妹什麼時候 有空跟她一起去學 對 去拍攝工作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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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欸 如果說 有申請的話 應該就可以吧 就跟團的定義有符合 應該就OK了 老實說 對啊 對 家旋慢通常要去上一個月 所以 我是覺得 現在這個空檔 是不是老天爺給我的起誓 呵呵 老天爺在跟我說 你快去學開車的騎士 這樣子 既然我跟水雲一起考 呃 我是想說 跟她一起去啊 因為 就是你們知道 駕駛班都在蠻遠的地方 就有個伴會比較 有個伴會比較 會比較好 比較有動力 所以我是想說 要跟我妹一起去考 嗯 就是自己去其實有點 有一點遠嘛 然後我想說 這樣比較好 謝謝鍾影的 鍾情玫瑰 謝謝鍾影的鍾情玫瑰 謝謝鍾影的鍾情玫瑰 哈囉 7號我寫 老天爺在告訴我 對啊 老天爺在告訴我 我不用一翔功夫考試 沒有 一翔一天 已經加入節目這麼久了 他們擺明就沒有要做這個企劃 他們擺明放棄 找媽媽 媽媽是不太可能啦 媽媽完全不會想要學開車 對 一翔 一翔應該是 很表明 他們沒有要拍這個企劃 叫我趕快死心了這樣子 對 太沒有吸引力了 對啊 你們會看嗎 你們會去 你們會看這種情況 你們會想說 考駕照有什麼難的 對不對 你們才不會想 你們會想看 搞不好你們會想看 你們應該會想說 到底一個駕照有 對一個女生來說 有多難呢 我妹最近比較忙 我妹跟我說 現在最近不行 可能要再等一陣子 那我想說 好 應該 還可以 對 因為現在其實也是 比較 疫情 比較 不明朗的狀態 我也就是想說 盡量不要 對啊 就是在 稍微再 等 等一下下 對 但是 演唱會的檔期 沒辦法 就像考駕照一樣說 現在要去就去 就比較難 就是需要 一個通盤的規劃 所以就沒辦法那麼快決定 那我們這種就是可以 比較容易決定好 對啊 看教練會不會傻眼 是西亞的原因才想看 大家想看西亞可以怎麼樣 考到駕照 對啊 沒有 搞不好我超會的好不好 你們不要這樣對我沒信心 我搞不好超級厲害 不一定 我會開卡丁車 你們知道嗎 我會開卡丁車 對啊 好 機車駕照這個還好 主要是拍不出個什麼感覺吧 對啊 搶到瘋狂追劇 講到現在 我最近在看那個 被鳳梨搶到 什麼 我會開上安全島 我才不會 安全島那麼明顯 你不能開上去 被鳳梨支搶到 機車已經決定不會卡 機車我其實已經放棄了 真的我真的放棄了 我真的放棄了 機車的部分 最近我在看那個 汪達幻視 汪達與幻視 因為 奇異博士要 要找Teacher Lee Teacher Lee看起來就很 我不知道 感覺有Teacher Lee 坐在後座 什麼 就敢 就敢上路了 一切都有可能 就是 鳳梨卡住 拍騎機車的片 很棒啊 我是很 很替他開心 就是 他上 他可以騎上路 我是很開心的 然後 然後 我也很希望 他有一天可以 那個 可以載我 這樣子 對 啊我自己的話 就算了 沒關係 謝謝 心態的愛的煙火 喔 我算是說 我最近在看 汪達跟幻視 因為奇異博士2 要上演 我想去看 奇異博士2 然後 但是如果 好像聽說 如果你沒看過 汪達跟幻視的話 就沒有辦法 會看不懂 奇異博士2 對 所以我就現在在補看 我還沒看完 我好像看到第六集 來第七集 買車了嗎 沒有啊 沒有車 你說我妹要買機車嗎 我還沒去看 我還沒去看啊 我的二三集錄片 也還沒看完啊 我這中間 我中間 哪有時間追劇啊 我是現在才開始 昨天還 前天才開始追劇 哈囉 崇峻 那哪有時間 謝謝楊公公的 彩虹小浪花 謝謝楊公公 彩虹小浪花 哈囉丁卯 哈囉 哈囉 才能看得懂 奇異博士 蛤 洛基我沒有 洛基我沒有看欸 洛基 謝謝翔豐的 閃光星星 洛基我沒有看 但是我覺得 汪達跟幻視 是我蠻喜歡的 因為 他前面有很多復古的 就是五零年代 六年代 七零年代 復古的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 欸好可愛喔 我好喜歡那些 布 家具布置跟服裝 謝謝廷瑞的 咳咳咳 咳咳咳 咳咳 現在廷瑞的 咳咳咳咳 咳咳咳 奇異博士1 都沒看 那你應該看不懂 奇異博士2吧 如果你連奇異博士1 都沒有看的話 這是哪裡 哥哥的房間 對啊 這是哥哥的房間 這裡是哥哥的房間 有時間看書嗎 應該有時間吧 我現在應該有時間 可以看書 我現在可以 我喝口珍奶 可是我聽說 我看很多那個 網路的文章啊 都寫說 奇異博士2很像恐怖片 然後我就講說完了 我超 因為我超級 我超級不敢看恐怖片的 再解釋一下 為什麼在哥哥房間直播呢 因為媽媽今天 要上網路課程 要在家裡上 所以我的 原本的位置 就不能 直播了 耶 耶 欸 對對對 那順便講一下 11號的直播 又可能改成中午直播 因為 我不確定 因為那 因為就是我媽媽也是 那天也要上網路課 然後 又我不確定哥哥什麼時候回來 因為 這樣用人家房間不好 但是我還 我要先問一下 這樣子 對 啊如果 哥哥就是 你沒辦法借我用的話 可能 我那天就要中午直播 啊我有問過我妹 她那一天好像 中午沒有要直播 對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半個小時 撲個一次 欸 她 她說她好像 不用直播還是什麼 她說好像 沒有要直播 沒有要直播 我今天有問過 我剛剛有問過她 對 該請Tim哥去約會 現在很像到外面很難約會吧 現在 絕對不是很恐怖 真的喔 那為什麼 網路上的評價都說很像恐怖片 恐怖片 我知道有很多角色我不認識 什麼 很多名詞我也不認識 對 她禮拜三也有班 我不知道她禮拜三也有沒有班 謝謝Gilbert的閃光星星 謝謝Gilbert的閃光星星 你現在時間很多該拖愛時間 其實也沒有 我還是有事情要忙的好嗎 大家 我沒有 還是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閒 我還是有一些事情要去做的 OK 大家不要把我想的很閒 我還是 有一些事情要做 對 驚嚇場景 一般英雄電影很少 哪有我以前也被蜘蛛人 就是以前那個蜘蛛人嚇到過 那個 第一代 第一代蜘蛛嚇到過 對 謝謝Gabi的閃光星星 謝謝Gabi的閃光星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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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朋友 男男朋友 謝謝 哈囉 微星 哈囉 謝謝 謝謝 好嚴陋記了 什麼 沒看到 謝謝 一聲劇 亮我帶你飛 謝謝一聲劇 亮我帶你飛 等一下 我沒看到那個 好嚴陋記了 明信片你有先多千幾張嗎 有我有先UV多千幾張 對不對 之前就有說要先預備多千幾張 所以我有多千幾張這樣子 第一代蜘蛛 我忘記是蜘蛛2還是3還是什麼 還是幾 就有一個鏡頭是他突然從 好像是 就是他變黑暗的那一個 系列 有一集 有一集 不是他跟他 就是 黑化版的蜘蛛人 就是 有一集 是第三集嗎 就是敵人 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變 黑化 那一集我覺得很可怕 對 畫個字就講讓自己是斯亞 我是斯亞啊 喔是3喔 我不確定 我已經忘了 有點忘記了 我有看到禮物整 有喔 我有看到Sunny 可是我是斯亞 我不是Sunny 但是還是謝謝你的Sunny 雖然我現在臉很紅 我再後退一點 不解 我現在看不到字 留言 綠二魔 欸最近那個電視上面都在播蜘蛛人 然後 我上次看剛好在播蜘蛛人1 我就看了一下 我發現那個 綠二魔真的很經典 綠二魔真的是很經典 我就覺得以前 我就 綠二魔是很經典的反派 對 我以前都覺得他兒子好可憐 就是哈利很可憐 對 謝謝JCJOJO的閃光星星 謝謝JCJO的閃光星星 欸猛毒 其實我 我我我 其實我覺得猛毒蠻好看 但猛毒真的是 蠻可怕 猛毒也是蠻可 有點嚇人的類型 可是 我覺得猛毒蠻好笑的 我原本 我原本就是 呃 聽這個猛毒 聽這個名字啊 你知道我是一點都沒有想看 就是 我就覺得這名字不吸引我 可是後來我在電視上 電視上在播猛毒 我就看了 然後我就覺得 欸猛毒還蠻好看的欸猛毒 對一直想吃人家的肝臟 對 摩比斯 摩比斯 摩比斯我好像還沒看欸 摩比斯是什麼 喔對阿 猛毒的個性很可愛 就是他是一個很可愛的 壞壞壞壞的人 然後很可愛 對 可愛的壞人 我覺得 反派 反派很多 很容易 就是反派其實 很容易塑造出一種魅力 就是 就是 有時候 那個 主角就是個性就很固定啊 就是那種 我就是世界 愛好世界和平啊 什麼什麼正義感 什麼的 可是 其實反派可以塑造的 角色個性其實多很多欸 就是 一些很 很有趣的地方 就我覺得漫威就是 蠻 蠻會做這種 就是 可能 主角也不是真的的 善良 就是那種典型的 典型的人 這樣 就比較 對 比較貼近現實 而且我其實也很喜歡那個 那個誰 殺人 就是那個沙子的那一個 叫什麼 這是 我忘記蜘蛛人幾出現的 一代蜘蛛人的 其實二代蜘蛛人 我比較不熟 但是我 一代蜘蛛人 我是看很多次 嗯 史詩喔 史詩就是比較 史詩 史詩對我來說 比較血腥一點 雖然我覺得是好看的 可是我會覺得 有一點 不用很常看 這樣 不需要太常看 就是有一點 看一次就夠的感覺 對 蚁人就比較合家觀賞一點 蚁人 殺人就是那個 為了他女兒 然後他就 變成一個 沙子 忘記他叫什麼 對 不是 史詩的黑色幽默 其實我可以接受 可是 我真的不想看他 新長出來的 手跟腳 的那個畫面 真的有點 有點噁心 我不想接受 那個衝擊性的畫面 就是 不會可怕 但是 我哪有整天都看這些 我就最 昨天還 前天才開始看 好不好 蚁人就很 對啊超巨大 當然是小火車 我那時候 超喜歡這一幕 因為我很喜歡他 上大縮小的 概念 我也超喜歡他 就是蚁人裡面有一個 就是 螞蟻有很多 螞蟻有很多種 叫什麼形容 很多種 種類 就是有 就是我不知道叫什麼 安東蟻 就是可以飛的 可以飛的螞蟻 擅長幹嘛幹嘛的螞蟻 擅長幹嘛幹嘛的螞蟻 就是 不是 這現在不是最近看 這是我累積起來的 好不好 這是我累積起來的 這個 資訊量好嗎 我不是現在才 我不是最近才餓補 這是我累積起來 這是 累積起來的 漫威資訊量 對 反正就是 那個 各種分工 就是有各種很厲害的螞蟻 我覺得 然後還要學會操控這些螞蟻 我就覺得 這個概念很有趣 對 原來螞蟻的世界 螞蟻也是超有 在說小版的世界裡面 螞蟻其實也是超厲害的那種 對 什麼叫我現在講話沒有可 謝謝青魚相信我 你看青魚相信我 對 熊豹哥動了一下 你屁啦 他最好有動 不要這樣亂嚇人 月光騎士我還沒看耶 聽說很好看 其實我本來想看月光騎士 可是因為我本來有一點忙嘛 然後 就還沒空看 然後 但我自己 我記得他好像出完全集了 是不是 他好像出完全集 所以我最近應該會去看 月光騎士 對 我最近應該會看 我叫錯人家的名字 我哪有叫錯人家的名字 謝謝保羅的真情感白 你說青魚嗎 我現在已經沒叫錯了 我那剛剛 叫鮪魚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很想吃鮪魚 這是你的房間嗎 不是 這是我哥哥的房間 對 都用手機看嗎 嗯 都用手機看 然後 對啊 因為我沒有ipad ipad是我妹的 他沒在用的話 我可能會借來偷用 這樣子 鮪魚 人家搞不好想當鮪魚 幹嘛要逼他 幹嘛要逼他 變成鮪魚啊 那個size差很多 size差很多 鮪魚跟鮪魚的size差很多 我沒電腦嗎 有 有 可是 我覺得已經很少用電腦 謝謝廷睿的吻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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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沒有在減肥啊 你看不出來嗎 我在喝珍珠奶茶 呵呵 我最近沒有在減肥了 對 我最近沒有在減肥 謝謝Edan的緣分 相遇 嗯 PS4 裝迪士尼PASS 講到這個 謝謝XTX的真情告白 因為 我哥有PS4 然後他現在沒有在用 所以我們的確 我們之前用Netflix 我們之前是用PS4看Netflix 放在電視上看 然後 我假日的時候 就想要用PS4的 Disney Plus來看 可是我怎麼樣都連不成功 就是 下載進去 按進去之後 他會跑出一個 八位數的 數字 然後要我在手機上面操作 他說我每次都跑到 我操作完 之後 他就幫我跳到APP 是不是 然後我就連不上去了 反正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就一直連不成功 所以我就 放棄用 PS4看Disney Plus 對啊 對啊我們 我們是用PS4看Netflix 謝謝安的閃光星星 謝謝安的閃光星星 哥哥幫忙 哥哥上次看過一次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不是 那不是 感覺不是機器的問題 感覺是Disney Plus的問題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連不上去 哈囉 Best6100 哈囉班長 對啊不知道為什麼連不上去 他可能就是不想要為門用PS4看 所以後來我就用手機投影 謝謝小粉邊線的愛你喔 謝謝後印的真情告白 謝謝後印的真情告白 在Servory先登陸 我試過啦 我有看過這個 因為我有去網路上查 有人有推薦這個方法 謝謝 哇 哇武級的宇宙能量 加120 就是我在那個 網路上有看到有人也有遇到這個問題 然後他也用了這個方法 然後我也試了這個方法 但我試了之後沒有差 就沒有改變 然後想說 後來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放棄了 對 謝謝楊公公的小小樹苗 哈囉 說把歡樂世界晚安 哈囉 阿正晚安 15件三大題 聽起來好貴喔 我推薦看什麼劇 就看一些漫威的阿 Disney Plus 我覺得 我之前拿到Disney Plus 第一個看的是小美人魚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 我小時候很 看很多次的小美人魚 然後 就是 可是長大後 因為小時候是用那種 DVD看的 然後 然後 那個 就是 後來長大 就 沒辦法 沒有地方看 然後 下載到Disney Plus 看到這個 可以看小美人魚 然後我就 點進去重看一次小美人魚 小美人魚1 跟小美人魚2 對 我是寄生串流 標準的寄生串流 然後那個 小美人魚有3耶 可是我沒有看小美人魚3 因為我感覺小美人魚3 感覺 有點在硬 硬要 硬要續集的感覺 那我就看了小美人魚1 跟小美人魚2 因為 這兩個是我同年的回 對 真的是同年的回憶 這兩個真的是同年的回憶 有阿 阿貝桑的時候 我有 我們有求救阿貝桑 但一樣 一樣意思 一樣沒有救 對 嗯 嗯 你找101中國 嗯 你可以看那個 叫什麼 酷伊拉喔 酷伊拉嗎 101 101中國的真人版 我有在Disney Plus看 韓劇沒有看 沒有 我比較少 我現在比較少看那個 太長的那個影集 太長的劇 我比較少看 對啊 喜歡看一些老片 沒錯 Reiki Reiki應該感同身受吧 不是酷斯拉啦 是酷伊拉吧 有這個毛叫酷伊拉嗎 沒有位子喔 位子滿了 位子滿了 哈囉 月笑 嗯 毛巾哥我不敢看恐怖片 對啊 時尚惡女酷伊拉 我覺得酷伊拉還蠻好看 對 因為也可以再看一次傳到橋頭不會直喔 歡迎大家二刷三刷 哈囉 紅衣 哈囉 酷伊拉 這是那個101中國裡面的壞人啊 哈囉 庫美晚安 101中國裡面 喔我最近用Disney Plus看了月老 對 我看了月老 你們有看過月老嗎 月老 最近Disney Plus上月老 其實我覺得月老 月老的故事觀我蠻喜歡的 就是 那個 他的世界觀我覺得寫的蠻好 可是我覺得 就是 感覺是不是 影集可以給他有更多發揮空間 就是 感覺電影就是 有一點濃縮 就是有些東西其實我看不太懂 可能是因為我沒有看過小說 我沒有看過小說 所以我就想說 其實有些東西他可以 花比較多篇幅講 但其實他的那個 他能寫出這個世界觀 我是覺得還不錯 就是 還蠻 我覺得是蠻厲害的世界觀 對 可是我是覺得 好像可以再多講一點 對 篇幅可以再長一點 但是因為電影嘛 電影有時間的限制 對 欸對啊如果可以 還有馬友出了日文版 電影劇情不一樣 對好像也不一樣 你推薦我看嗎 你推薦我看嗎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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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如果我一定要說 我覺得他是有一點 比較跳來跳去 但我覺得他可以從編排 可以再想一下 但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故事觀 世界觀是好的 就是 所以呢 我覺得如果 如果不是去電影院 可能會 感受再更好一點 對 可能會感覺再更好一點 但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這很主觀 就是一定有人覺得好 有人覺得不好 那我 我的話 我不會覺得他不好 但是我覺得 如果他可以再篇幅再長一點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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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寫得完整一點 但是我覺得 是會讓我去查 就是是會讓我 是會讓我去 了解那個故事內容 對 你們可以去看看啊 然後再看看 跟我的想法一不一樣啊 我覺得故事內容是 OK的 就是我會認為 欸他寫得出這樣的世界觀 我覺得是 很好 因為其實我 我看電影很喜歡看 我覺得 有沒有那個架構那個觀念 有沒有架構出那個觀念 我覺得還蠻 我還蠻看重 但我覺得 他架構的觀念 我覺得 就是看完之後 就是整合了一下 就是大概懂他要說什麼 這樣子 對 對啊王靖很可愛 臭魚畫也很美啊 對 其實我覺得也是可以看一下 哈囉 柯基宇你們有空可以看一下 對 還是會有感動的部分 對對對 小說派會覺得不行 對啊小說派 我想說他一定是 欸我聽說改了很多欸 因為像我知道就是 裡面有一個反派 也是後來加上去的 對不對 鬼頭城 也是後來 加上去的 因為好像是 電影跟 電影沒辦法寫那麼長 所以 改編了一下 對 你看完念出來 發現你最喜歡我 你有去看了嗎 吐司吐司 哈囉 憶辰 喝個水 喝個水 對啊 這首歌真的超多人唱欸 短片偶像劇 而不是電影比較好 好像 嗯 嗯 不知道 就是我覺得他有好多事情想講 真的 分了很多part 很多事情想講 我覺得需要 我覺得 反正你們去看就知道 你們去看看嘛 我對我會去google電影的背景資料 我會 基本上我 我會很想知道 電影背後的故事 跟 一些 是不是有些東西跟我想的 是不是一樣 然後 就是 導演是怎麼樣拍啊 那個 就是 當下是怎麼樣的 情境什麼的 對 我是蠻喜歡 我是很喜歡 真的 我在電影 我在電視上看電影 也會去google 這個電影 到底在講什麼 就是我 我 對啊 我很喜歡看 就我很喜歡知道背後的故事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有些東西可能是我 我沒看清楚 或是我 我理解能力不夠 茶巾我有看嗎 我看一半欸 我跟我媽媽一起看一半 然後後面好像 我媽媽他們自己看完 就沒等我 就看完了 對 我沒有看完 我好像沒有看完全部 但我有看 一半以上 對 想轉幕後 也沒有 還沒想到這 哈囉老王 對啊 知道一下背景 會更好懂 對對對 還有一些 設定啊 那些 像我最近看 我最近在 電視上 看了 沙丘 沙丘我 我之前一直想看 因為 沙丘好像評價很 蠻高的 然後 後來查了我才知道原來 沙丘以前 沙丘是一部很有名的小說改編的 然後 沙丘以前就已經被翻拍過電影 可是被 那個很久很久以前就被 很久 190年代就被翻拍成一個電影 然後 然後那個 那個 那部電影好像拍得不好 因為其實沙丘 好像被譽為是最難改編的 最難改編的一個小說 因為他 講的故事很多太多了這樣子 然後 所以那時候 那個第一次拍就沒有拍好 就是因為沒有改編改好這樣子 但後來這一次就是 改編就蠻受好評的 對 但其實我還是有點看不懂 因為我沒看過小說 看到不耐煩 我懂 我大概懂你意思 但我是在電視上看 所以就還好 但我大概懂你意思 就是我覺得他 有些節奏是 就是 嗯 不懂小說可能會有一點不太知道 Hello Ice Hello歐陽健西 Hello塔瓦哥 有點 就是我也是邊看邊查資料 因為我有點不太懂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這個人是怎麼樣 那個人是怎麼樣 就我也是 就是邊看講解 然後去理解這樣子 好早 對啊 我今天播7點到9點 Hello Cece 看過之後一定懂我們在說什麼 對啊就是會有一種 很緩慢 但我必須要說 我真的很佩服沙丘的電影配樂 我覺得沙丘的電影配樂 太實 真的很好 真的很厲害 電影配樂 就是他選的 他選的音樂我都覺得 我今天在誰的房間 我今天在我 不是我的房間 又塔瓦哥 這是我哥的房間 我會暫停然後去找資料嗎 我不會暫停 我會邊看邊找資料 我要不就邊看邊找資料 要不我就是 看完才會一次找資料 對 嗯 我不會暫停 因為我覺得暫停 會讓我那個氣氛 情緒斷掉 對 因為我的房間 差不多差不多八點半 八點半差不多要到了 對 為什麼我會在我哥的房間直播呢 因為呢今天 最近疫情就偏嚴重 然後媽媽她必須要在 家裡上她的網路課程 然後我就沒辦法用原本的地方 因為要留給她用嘛 所以我就借了哥哥的房間來用這樣 哈囉 東靈 定時推播 半個小時推播一次 哈囉 子靈 那不會先靠完才去找 會 有時候我會先靠完再去找資料 應該是說 我 我邊看邊看的資料 可能是那種很簡易的 背景設定那些的 但是 然後我看完之後 我看完之後 我看完之後 會找的是 可能是影評啊 或是一些 比較深度的解析這樣子 謝謝楊公公 愛的玫瑰 謝謝楊公公愛的玫瑰 CD時間半小時 其實也蠻長的 大家可以撐半個小時 每半個小時 就會有一批新的人進來這樣 原來如此 那有是在說原來如此 我在哥哥房間直播嗎 還是什麼 哈囉 躺躺 還是原來如此 我會看完再找資料 這樣 對我會去 我去電影院之前會做功課 最近有推薦的手遊嗎 最近有推薦的手遊嗎 最近 好像沒有推薦 好像沒有玩到什麼手遊欸 我最近好像沒有在玩手遊欸 最近都在看電影居多 對 最近沒有 謝謝庭瑞的指南針 因為我很 我很受不了 我一頭霧水的感覺 我就很想要弄懂 我也很想要弄懂 就像我要去看奇異博士2 我也很怕我看不懂 所以我可能會先看 先看前面的 就是我 你喜歡那個驚喜感 我其實 只有像奇異博士2這種 我會先 不不不 我覺得我好像還是會先習慣 了解一下欸 對 我餐測發霉了 我餐測我都已經 我餐測我都已經 沒有勇氣點開它 我不知道現在點開它會 變成什麼樣子 天人 我還沒看天人欸 聽說天人很難看得懂 聽說天人就是 看幾遍都看不懂 演員也不知道自己在演什麼這樣 Hello JC 但這種的通常 但這種的通常 我也有興趣 如果真的看不懂 會不會放棄 會啊 會放棄 會放棄 在電影院不會放棄啦 對對對 在電影院不會 在看電視的話 可能就會轉走 就是轉台這樣 對 Hello小良 你媽媽還在玩旅館 我真的 太感人了 我好開心喔 謝謝媽媽 好 到現在還在 畢竟錢都花了 沒錯 到現在還在玩旅館 Hello 團子 是時間線 欸講到這個 我要分享 我最近在電視上面看到了 看了 駭客任務 我忘記我以前有沒有看過駭客任務 我好像沒有什麼印象 然後我再重看了一次駭客任務 我覺得駭客任務很好看耶 你們有看過駭客任務嗎 我覺得駭客任務 就是那個 閃子彈的那一個 原來還有一直更新 旅館很棒啊 旅館還有在照顧玩家 欸 我覺得我以前可能沒有很認真的看過駭客任務 然後我長大後第一次認真的看駭客任務 我覺得我以前根本看不懂駭客任務在演什麼 長大後我才懂 然後 最新的那集 沒有是1 駭客任務1 聽說後面的就沒有那麼好看 但第一集我覺得很 我覺得第一集 我覺得很厲害 我覺得第一集很好看耶 你們知道他說那個救世主的那個概念嗎 他就是 他就是一直說你要先 你要先相信的事情 事情才會發生 他一直不相信他自己是救世主 然後那個 那個 叫什麼巫師還是什麼 技師 我忘記那個名字了 就跟他說你 你不是救世主 然後他就開始覺得自己不是 然後他就跟他說 他就跟他說什麼 有一天你會要選 你跟他 你跟那個 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那個老大 誰可以活下來 什麼什麼的 然後 反正最後的那個重點我就是覺得很厲害 就是 要先相信自己是 你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真的是 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包括那個女生的設定 他說他會愛上救世主 莫非是 對莫非是世界博成的我的觀眾 他說他會愛上救世主 反正我都覺得這個 以前人怎麼寫得出這種東西啊 很厲害耶 謝謝姓泰的星辰 以前你要想那個年代 駭客任務是幾年前的 我看一下19多少年了吧 駭客任務是 然後他在那個電腦裡面的 你在看講迷在法庭連續劇 等一下我要找一下駭客任務 不能的愛情是你你 不能說命 就算我愛你 我以前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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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著駭客任務 反正就是有一個 散子彈的鏡頭很經典這樣 駭客任務 1999 對1999 1999耶 欸是1999 我4歲的時候 我4歲的時候 我4歲的時候的人 就寫得出這種東西 我覺得超級厲害 就 他們的 他們很會寫啊 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 整部片我傳 整部片我一直都 怎麼說很全神貫注 我沒有看過三部 我只有看過第一部 因為 後來我查知道 大家都寫說後面的不好 就是大家都寫說 第一集最經典 然後 我就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看後面 但是因為我是 但是因為我是 在電視上無意間看到 我沒有特別去找 我在電視上無意間看到 所以我算是有一種驚奇感 而且我很幸運 我剛好轉到 轉到的時候是 他才剛開始 演不久 然後我就覺得 以前的人怎麼講得出這種東西 然後 我整個就 就是 沈迷在那個世界裡 就是 駭客人物的世界裡 就是 很厲害 對啊 有些蠻有想法 真的 真的很厲害 你今天不查知道 喔 你說 大家會說那個 後面的不好 但是 還是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我 新的其實也還不錯 真的嗎 是那個什麼 復活還是什麼對不對 我知道最近有新的 好 我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 有 不知道要看什麼電影的時候 我就可以考慮一下 但我主要是真的覺得 《黑客人物》拍得很好 而且 那個片場超長的耶 《黑客人物》 兩個小時以上吧 兩個小時以上的片場 而且重點是我爸跟我一起坐在那邊看 我爸也是目不轉睛的看到最後 所以我就覺得 欸真的好看 因為 有些 我爸有些電影 我爸會陪我看 可是他可能就是會 受不了去做別的事這樣 可是我爸 我爸也陪我看到最後 然後我爸也就是跟我一起討論 我就想說 嗯 那我爸應該也覺得好看 還沒有還沒去看 但我要去看了 對 新的不太有 對啊 我常常的評價也大部分都是這樣 我們有討論嗎 我們 我們有討論一些地方 就是 欸 這什麼 他這樣 哇 什麼他要幹嘛之類的 就 講那種 講那種那個 沒有 我覺得我爸也忘記了 你們多少人現在想不起來 主要在演什麼 我跟你們說 你們現在想的一定都只是個大概 露西我看過露西 露西 露西 露西有看過 可是我覺得露西有一點 可惜嘛 就是 我覺得他的概念也是神奇的 就是 他不是在說就是 人類只用了大腦自己頭腦的1% 不到1%還什麼嗎 但是露西可以用了 露西全面開化 他現在開始用到很多% 然後 可是他用到100%的時候他就會 消失在這個世界 因為他就是會 無處不在 反正我覺得這個概念也是蠻驚艷到我 就是 對就是大家其實 因為 我們大家現在都知道就是 人類用的頭腦還沒有用到很多 就是他好像有講個概念 就是說 他有講個概念就是說 大腦其實很 這樣子 然後人類可能就真的只用了一點點 但我覺得他概念很好 但是我就覺得好像 有一點可惜 稍微可惜 我不知道說不上來哪裡 不知道 但就是 如果要比的話 可能駭客人物 我就會覺得 好無人搶的那種 對 我想去拍電影 我喜歡看電影 可是我還 我覺得拍電影很難 對 我覺得我還沒有 我覺得我好像沒有那個 還沒有 到那個才華 但我喜歡看電影 對 很喜歡看電影 對 修仙化的到 不過你就會 隱藏在這個 你就會 融於這個世界裡面 對 這會變隨身碟 害客人物 害客人物真的 如果大家現在也 最近有 不知道看什麼片的時候 其實可以去看 愛客人物 對 但反正我就是很 我基本上很喜歡 就是 有自己世界觀的 電影 就是 我會覺得 欸 進入他的世界 進入那個 編劇或是導演 想營造的世界 我會覺得很 很有趣很開心 對不對 然後 對 我基本上是 蠻喜歡看的 但我不看恐怖片 我雖然不看恐怖片 可是我也會 好奇一些恐怖片的劇情 對 但是 我就不會去看 因為我會害怕 對 哈囉阿雲 哈囉玉安 哈囉昆昆 哈囉紅毅 我拍電影我 電影就 電影跟 你自己有想過一些劇本嗎 我覺得想劇本很難 當然我自己會有一些 天馬行空的想法 但我覺得超難 因為我覺得有些東西 真的是需要很多專業的 因為你不能隨便胡爛嘛 就是 你隨便講 大家就會看到很多bug阿 就是 你看一下那個 雖然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知道這些 但漫威講的 我還是會被他 講得好像 喔原來 原子 好像什麼 栗子 紫紫 什麼 原來這樣子 泛合金 什麼什麼什麼的 這些東西 我還是會被 我還是會被那個 我還是會被看到 喔 原來是這樣的那種感覺 那我想說 一定是要 有一些專業 專業知識 專業背景 對啊 才可以去 支撐這個吧 就是 對 要有專業性 我覺得要有專業性的東西 就像 那種 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 就你們有看過 大門未知之嗎 那個 私失敗しないで 的那一個 醫生 就是 他拍手術 他不是都會講 他要怎麼弄 怎麼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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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想說 醫生看這個劇 是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 他講的是對的嗎 我就很想知道 他講的是對的嗎 他有沒有在亂講 那醫生會不會覺得 很好笑 這樣 我就很好奇 我每次都很好奇 但是我猜日本的戲 應該是會 有專業知識 我其實 我相信日劇應該會有 專業知識 當背景 對 對 然後像漫威很多 我根本其實也已經聽不太懂 就是 已經到一個聽不懂的境界了 大門大部分是對的 我知道不可能開到開那麼快 但大門就是一個 Doctor X啊 對啊 他就是一個Doctor X 我們就演拍戲嘛 對不對 對啊 像漫威這種就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 他的世界觀那麼長 然後那麼雜 然後那麼多人 然後他要怎麼把它寫在一起 我就會覺得很猛 這樣子 聽不懂你會Google 可是那個醫學的東西 我有點難Google 他說什麼 第幾類 第幾個 第幾個手術 第幾個什麼 那種東西太難 我根本Google不起來 好不好 對 漫威的世界觀很大 對啊 還有辦法整合起來 我就覺得很厲害 而且 你們都 就是我那時候看奇異博士 我才發現原來奇異博士 是六年前的電影 連續看很多部電影嗎 蛤 我 因為我每看完一部電影 我通常都一定會查資料 所以我很難連續看下去 因為我每次都會 想要知道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會停一下 去查資料 然後再繼續 所以我很 我基本上不會連續看 但我可能一天 如果很閒 我可能會看個兩部三部 可是我中間會休息 對 對啊六年前 其實一部事情是六年前 你就知道 這個 他鋪成鋪的多 多龐大 就是 我覺得很厲害耶 因為 我覺得要前後 雖然他們也是有漏洞 也是有 硬凹的時候 我必須要 我們粉絲濾鏡 哈囉志 我必須要說 漫威有時候也是會有一些 硬凹的地方 說實話 他說可以 就是他說可以就可以啊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大部分他們真的整合的 蠻好的 就是 有那麼龐大的世界 很厲害 對 看台灣電影要查資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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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像越老我就有查資料啊 對 越老我就有查資料 但其實台灣電影那部分都比較偏 愛情小品一點吧 對阿 除了恐怖片以外 台灣恐怖片 你看 傳到九頭部開始 Google里長的工作 里長的工作應該有 白白種吧 里長 里長工作感覺就包山包海啊 還要清水溝對不對 海賊王也很會哭 海賊王喔 海賊王我真的曾經有想要 欸我有講過吧 我真的曾經有想看海賊王 可是 我真的太難了 太多集了 謝謝志的浪漫旋轉木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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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浪漫的慘光心 除了還要賣 蛇 賣豬腳是本業啊 就有點 家業 家業 謝謝中飲的真情告白 謝謝中飲的真情告白 今天不知道9點多 海賊王不知道什麼事 香港沒有里長是不是 香港沒有到里 台灣也到里 香港沒到里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們 像我也不知道我這邊的 我這個區的里 我這個里的里長 在幹嘛 平常在幹嘛 我是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我剛剛回想一下 我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謝謝青魚的愛心小蛋糕 謝謝青魚的愛心小蛋糕 對啊海賊王我真的是放棄 我是香港沒到里 是香港 香港沒有里 我是哪個里 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個里 我沒有在記我是哪個里 謝謝阿Ben的一封信 里長是只有台灣有 好像是喔 這樣想一想好像是 我有投票嗎 我有點忘記我們要去投票了 謝謝若哥的幸運事業潮 但我記得我們好像也沒什麼人在選里長 好像就是 吻上的那一種 對 什麼信義去某個里 又在套話又在套話 大家要在套我話 又在套話又在套話 謝謝若克的一封信 謝謝若克的一封信 我才不是里長勒 你看過那麼年輕的里長嗎 品票是真的要抽籤的嗎 應該是吧 我不知道耶 我印象中我這個里的里長好像沒有人要跟他一起競選 他好像是直接 直接 直接 就是只有他一個候選人 對 對啊 只有一個出來選 我也是 欸等一下 我也是啊 奇葳 等一下 我的腳架歪了 我也是奇葳 我家這邊也是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里長出來選 對 你看 這樣子 怎麼好像里長很容易當選一樣 謝謝 世子追蹤 怎麼好像里長都沒什麼競爭對手 里長好像很多地方都這樣 對啊 對啊 我們家好像也 我們家這邊好像也是這樣 但就是終身職這樣的 終身職業 最喜歡玩工房站 我不是里長好不好 哈囉 回的 如果我是里長 我現在應該很忙吧 現在 疫情期間 我們應該要處理很多事情 沒人想當 但里長真的就是包山包海 對啊 不是終身 里長有年齡限制喔 但是其實里長還是有里長的功用啊 丁丁為什麼可以接受當當是做喬頭理解 丁丁只是不想跟當當爭 他覺得這個那麼 你這邊說就算了 那種感覺 就是 你愛說你就去說啊 沒關係 那種心情 丁丁沒有接受 因為反正當當就很愛講這些話 所以丁丁就是當作笑話笑一笑這樣子 對 26歲以上才能選 我可以選了耶 我可以選里長了 各位觀眾 我可以選里長了 好消息 26歲以後 唯一的好事情 晚安冰雨 但我當里長感覺不太適合 里長感覺他很會跟那個 左鈴右射就是 擲甘情 就是 擲甘情要怎麼說 擲甘情就是 聯絡感情 要常常跟 零理之間 聯絡感情 我感覺就沒辦法 對 要收 對對對 要Social 還要辦一些這種什麼 里民旅遊 去哪裡那個 淨湘團 淨湘這樣子 對 擲甘情 擲甘情 哈囉 濕兒 今天在哥哥房間直播嗎 你剛來 今天在哥哥 對 今天在哥哥房間直播 因為今天媽媽也要上 那個網路課程 所以我今天在哥哥房間直播 對 對 我都宅在家 對啊 對啊 我還不夠踏出這個里 對 對啊 里長還要 欸 里長也要跑攤嗎 里長需要跑攤 我不知道 我真的就不知道 但我 我知道要辦 里民旅遊 因為我常常會看到 我們 我們 家這邊也會收到 那個里長的傳單 就寫說 什麼 里民旅遊是 去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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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會去哪個廟拜拜 這樣子 對 八點八萬千提醒 欸八點八我還沒講過一次是不是 我也以為我講過一次 我當寶主 感覺當城堡的寶主也要捍衛一下那個城堡 我有去過嗎 我當然沒去過啊 我媽媽也沒去過 我沒去過欸 完全沒去過 競商團的部分 對 我八點二十六分講過一次 現在四十六分 二十分鐘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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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沒看過里民旅遊 看來你們那個里的里長 不及格喔 沒有在 沒有在舉辦里民旅遊 我們這個旅遊 有 哈囉 灌德 沒在辦的那個里好像不太及格 看著我的時間過得特別快 蛤 不是應該要留住時間的感覺嗎 哈囉 心瘟 喔對 因為疫情變少 真的確實 我看到其實也是 很久之前有看到 最近好像都沒看到 嗯 最近 對啊最近都沒 最近 最近好像沒看到 里長 我應該是不可能當上里長啦 說實話我覺得里長還是要有一點 那種 真的就像我剛剛說 拔鋼琴 要會拔鋼琴 要像那個家家的爸爸一樣 要會跟靈禮互動 對 現在楊公公的指南針 哈囉 祥婿 對啊 沒有要為里長 要為里長爭取福利 親愛的魚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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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很會 我很會 看到我這個臉 就不覺得 人家就想說你在那麼年輕 又怎麼當里長 人家就 人家就不信任我了好不好 我爸爸適合嗎 我爸爸不適合吧 我爸爸不適合 我爸爸不適合 感覺當里長還是要有一點 空閒的時間 謝謝冠德續費一個月 謝謝冠德續費一個月 理想發表證件 不行我沒有什麼證件 謝謝冠德續費一個月 我本身沒什麼意見 我對我住的社區 我都有住的里 基本沒什麼意見 喔對阿人家會覺得我不到26歲 這確實講得太好了 就是事實 事實中的事實 哈囉 Harry嗎 對阿你看像傳達小小 不會只這樣播出之後就是 讓大家就是 很意識到 一個里通常有多少人 這個問題很好欸我其實也想知道 我來查一下 里是多少算 多少算一個里 多少算 一個里 我來Google一下 其實我蠻喜歡找 蠻喜歡補充知識的 這個就是 里長或村長 是最低層級的地方官 透過四年一次定期選舉選出 無連任限制 村里長為無幾職 但有鄉鎮區公所編列的事務補助費 這個就是 補動計劃的來源 村里長 一百到四千戶不等 主要工作包括反映地方需求 協助宣導政令 舉辦零禮活動 依地方制度法 村里長受鄉鎮市區長之指揮監督 負責辦理村里公務及交辦事項 但實際上 因為村里長是 直接名選 獨立性強 因此 鄉鎮市區長通常不會由下對上指揮 而是請求協助 在許多地區 村里長是選舉助選重要的庄角 要睡著了 重要的庄角 在2019冠狀病毒 台灣疫情中 謝謝欣盈送我和你一起 村里長是協助監視和關懷居家隔離者的重要人員之一 沒錯 村里長好像快送那什麼 防疫包還是什麼 是不是 防疫隔離包 或是送什麼食物過來的樣子 村里長 Hello Danny 大家不想聽了 才念一下下你們就想睡著 你們這群人 哇 你們知道嗎 里這個地區 黨委在春秋戰國時候就有了 謝謝鯨魚的掌聲鼓勵 春秋戰國時候就有里了 那麼猛了嗎 唐朝的時候有里政一直 里政就是唐朝的里長 明代就變成里長 春秋時代就編里了耶 很棒耶 欸這讓我想到一個冷姿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剛剛突然想到 我剛剛想說 哇這種姿勢 講出來一定沒人知道 就很厲害 然後我又想到一個 我最近看電視 看到的一個冷姿勢 就是你們知道就是拿重的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重的箱子 跟一個輕的箱子 你們知道要 其實是要把輕的放在重的下面 就是輕的反而是要放在下面 重的放在上面 這樣拿起來會更輕 你們知道嗎 你們不知道吧 因為我本來也不知道 我本來想說那肯定是 重的放下面比較好拿啊 這樣重心比較穩 但是呢那個節目說 如果重的 如果重的就是 怎麼講 會在比較高的地方 好像會有重力的關係 還是什麼 沒有不會 壓爛真的不會 就是反正會有重力關係 還是什麼東西 會造成 拿起來會比較輕 雖然我還沒有實 喔對重心問題 對對對 重心要提高 對 然後像是他說你放 收包包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把重的東西 放在上面 然後輕的放在下面 雖然但是你要小心被壓爛 對對對 要小心被壓爛 然後就是你要可以做好 就是唯一就是不要壓壞東西 其他就是你如果做好配置 你把輕的放在下面 重的東西放在上面 你背包背起來也會比較輕 那這跟我以前的那個 我跟我以前的想法就是知道就很不一樣 像我以前 整理東西 我一定會把重的東西放在最下面 那我都是錯的耶 我一直是錯的 我一直都是 拿了很重的包包 就是我真的是錯了 大家真的可以去試試看 我不知道現在怎麼試啊 我沒有中的 我沒有中的 認清的 沒關係 沒關係 我 我這鳳梨不吃了 我要去整理房間 為什麼我要去整理房間 這個 嗯 這個衛生紙 你看 真的 真的變輕了 你們去試試看啦 真的變輕了 我這個很難跟你們說 可是真的有變輕 我覺得真的有變輕 真的有變輕 真的 真的有變輕 拿起來有變輕的感覺 你們真的去試試看 你們去試試看 我真的很難去跟你們講 可是我真的有感覺 我真的有感受到 好不好 我那這有什麼能說服你們的 這個怎麼能說 怎麼 那怎麼要說服 真的 真的啦 真的變輕了啦 你們去試試看 我真的沒騙你們 我沒騙你們 你們真的去試 不是 我騙你們 沒有什麼好處啊 我騙你有什麼好處嗎 我騙你有什麼好處 這也是節目說的 又不是我說的 不是心理作用 你們真的去試試看 真的 你們 我不知道怎麼說服你們 我也沒有那種怎麼專業儀器 我沒辦法 你們試試看就知道了 謝謝醫生巨人告白 你們真的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你們就去拿那個 像我這樣拿這種簡易的東西 我不知道 就有一種很微妙的感覺 就是感覺 感覺比較好拿 就是感覺變輕了 然後比較好拿 比起重的在下面 感覺重的在下面又出比較多力 真的 你們去試試看 你根本不相信我 往來有騙人 真的 你們去試試看啊 真的 我真的沒有騙人 然後那個節目還有說 就是 你們在吸灰塵的時候 你不是打掃家裡 會吸塵器嗎 就是 其實 大部分 有些人會從角落先開始吸 然後再吸到中間 然後 騙人 圖書圖書有試嗎 微妙的感覺 你看阿瑞有一點 阿瑞試了嗎 阿瑞試了嗎 反正就是 我剛剛講什麼 還有一個冷知識 就是 其實吸地板應該要先從中間開始吸 然後再吸角落 因為 灰塵很容易跑到角落 對 這是什麼節目 我不知道 這是一個日本 日本的節目 就是 專門在教大家 冷知識的節目 對 我的手 其實我覺得看這個蠻好 因為如果你知道一些冷知識 你就會覺得 自己好像 比別人還聰明 你看 微妙吧 靈陽 你看 你看你看 日本學問他 應該是喔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偉來日本台的節目 你看吧 靈陽幫我背書了 我沒有被節目騙阿 我覺得 我不知道中文名字是什麼 反正就是 偉來日本台在播的 一些 教你冷知識的節目 對 哈囉祥峰 哈囉子琪 沒有 他沒有附和我 他是真的 他是真的有試 你們可以試試看 真的有差 就是 很微妙 我知道很微妙 但那種有種感覺就是 我不知道重量有沒有變 但是我覺得 比起來好像 拿起來比較輕鬆 對 那一定是你的問題洛克 下一個 我不知道我最近只看到這兩個 我最近沒看到別的了啦 我最近沒看到別的阿 我最近沒看了 蛤蜊塗沙溫水我知道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我知道耶 蛤蜊塗沙溫水 好像是因為什麼 那個 蛤蜊會比較容易 他會覺得環境比較 舒服還是什麼 對 對 現在圖書圖書 眼睛夜障重 謝謝 哈囉 王子狗狗 現在圖書圖書 眼睛夜障重 哈囉 阿婆婆 這點筋骨很軟就真的變軟 這心理作用吧 跟奇異博士一樣 相信自己 要說服自己 說服自己可以做到就可以做到 對 喜歡泡山溫暖 沒有 他好像是說什麼那個環境 會讓他比較 那個還什麼 我忘記了 看一看忘記 謝謝Ricky的 看好你喔 謝謝Ricky的看好你喔 今天 溫暖了我的心 我沒有不相信你 我不相信這個節目 幹嘛不相信這個節目 這好但也是日本節目耶 日本節目應該很認真吧 日本節目感覺就是 會很認真查這些東西 哈囉 澳門補國 昨天晚上是可能 昨天晚上沒有啊 就是一般 一般 爸爸付錢 謝謝JC99的 緣分相遇 他覺得快熟了嗎 不是吧 我竟然不是耶 我竟然不是 還是我記錯了 我查一下 我先查一下 抱歉 我太想知道了 求知慾 這是人家說的求知慾 溫水 你不願意 浪漫話語 彷彿一切命中注定 你的體貼 溫暖了我的心 就像夏天的風 吹過浪漫 兩雙安靜 我靜靜一味 愛你的 哦 他說 喔不對我記錯了耶 他說 提高鹽水的水溫 會讓蛤蜊有危機意識 他感受到水溫變高 自己可能有死亡的危險 哦真的耶 所以他會加快呼吸 他加快呼吸的時候 吐沙的速度自然就會加快 但需要特別注意水溫 如果太高呢 會直接讓蛤蜊被煮熟 無法吐沙 原來真的是因為他的危機意識耶 有微妙的感覺 你看家居也覺得 家居也覺得有 原來是這樣子哦 我一直以為是他比較舒服 不是 是因為他 他快 他覺得他快要被 他快要有心命危險 他要呼吸加快 我煮過蛤蜊 我有好不好 我當然煮過蛤蜊啊 那到底要幾度呢 50度左右 他說 浸泡於50度左右的溫炎水中 就能加快吐沙的速度 對 什麼清理作用 你現在在說哪一個 那個拿重物的嗎 拿重物那個 你們真的不要不相信 我真的相信 你是船長 船長要嘗嘗蛤蜊吐沙嗎 蛤蜊絲瓜很好吃啊 我超喜歡吃蛤蜊絲瓜 蛤蜊絲瓜 蛤蜊絲瓜 我還 我好像還沒吃過 蛤蜊絲瓜 50度半熟 沒有啊 他說50度還好 50度他還 他還不會被煮熟 對 哪有很騙 那是日本節目說的 我很相信 我是蠻相信的 對 你真的煮過 我真的煮過啊 我幹嘛騙你 我好歹 我們家吃 如果在家裡吃火鍋 好歹也會吃蛤蜊 啊就先讓蛤蜊吐個沙 真的 好歹 這個經驗也是有沒有 我就是幫蛤蜊吐沙 之後再丟進火鍋裡煮 欸其實可以做蛤蜊意大利麵啊 蛤蜊意大利麵感覺蠻簡單的 對 他的無言 我只把他丟下去 丟下去就夠了熬湯啊 就是 蛤蜊的存在就是熬湯 你知道 你知道那個 去外面吃火鍋點蛤蜊 就是為了要讓湯 變得更鮮美 對 你怎麼面對屠殺的蛤蜊 屠殺蛤蜊 你說 讓他等死 你讓他很煎熬這樣 哈勒小惡魔 對啊 讓他變現一點 但我 我其實建議大家 就是 蛤蜊就是 不要放太 煮太久 蛤蜊放在火鍋裡面 你要嘛就是 放棄他 就是 讓他萎縮到 就是 煮超久 跟 把他的鮮甜都讓給了湯 要嘛你就是 他剛打開的時候 你就要拿起來吃 這樣才好吃 這樣才可以吃到他 他的精華 對 外面吃火鍋是不會 蛤 你好健康喔 我已經喝爆糖 唉唷 我很喜歡喝火鍋的糖 所以我 我一定會喝 對 一開口就要撈 真的一開口就要撈 因為 如果你 要嘛你就是要一開口 他一打開你就要撈他 要嘛你就是再也不要撈他 因為 錯過了一個時間之後 他就變乾 乾巴巴 乾扁扁的 對 如果他剛開的時候 你可以吃到他的鮮甜 對 都是一開始喝吧 沒有 無時無刻都喝 一開始喝 中間喝 最後也喝 我很喜歡喝 我很喜歡喝火鍋的湯 唉唷 看到10元了 加油加油 你都強開他 你這個霸道的人 最後會變很鹹 對啊 就是最後會變很鹹 可是因為我 我吃很多青菜我的 麻辣湯也喝 對啊麻辣湯照喝啊 麻辣鍋也喝 但是我可能會中和一下 就是 我可能會撈一 撈一個 就是我可能會撈一半的辣湯 然後配一半的白湯 因為我 我以前 我以前 會直接喝辣湯 可是我後來覺得好像 對身體不太好 就是喝太多那個 很濃烈的辣湯 好像對身體不太好 所以我最近 就是 會比較 對 我會把兩個混在一起 就是看起來好像比較健 健康 但我以前真的會直接喝 對 阿現在因為比較 可能就是 年紀 大了 開始收斂 我就會兩個混在一起 我就不會喝那麼重的味道 因為我也怕我的 可能腸胃會受不了 對 可是因為 可是因為我其實 就是我吃火鍋會加很多青菜 我就不太煮很 我不會煮太多肉 然後我會 煮很多青菜 所以我的湯應該是蠻鮮美的吧 就那種 蔬菜湯的感覺 對阿 整鍋都肉 那是因為你們吃很多肉吧 我是 什麼 我夠了 可是我是沒有吃很多肉 我是會加很多菜 我真的會煮很多菜 對 所以 喝可樂還喝零卡 我喝可樂沒有喝零卡 對阿 我很愛吃菜 哈囉永妮 哈囉阿澤 我超愛吃菜 我吃火鍋會吃一堆菜 然後 肉 有時候可能會吃不完 對 哈囉 阿萱嗎 阿萱 喔 我跟你們說 我通常青菜不會加麻辣鍋 因為它會吸太多油 它吸很多油 我也覺得不太好 當然我會加麻辣鍋的可能是那種 櫛瓜阿 玉米筍阿 然後 黃瓜 絲瓜 這種 還有那種 呃 滷味那種 滷大腸阿 什麼什麼 像那種高麗菜 大白菜 喔 水蓮也可以加在麻辣鍋裡面 但是那種高麗菜 大白菜 青江菜 這種真的 我以前可以 我現在真的沒辦法 我現在沒有辦法 加在 那個辣湯裡面 因為 就是 他們在辣湯裡面 他們真的會吸很多很多油 好可怕的那種 這我完全吃不下去 我現在也沒辦法吃到 吃進那麼多油 以前可能會 以前可能可以 但是現在有點退步了 現在就可能真的有點退步 現在對辣油比較沒有辦法 對 謝謝博成的真情告白 我現在對辣油的能力比較弱一點 然後我現在喝火鍋湯 我也會把辣油就是盡量的剝掉 冬粉我不會 我喜歡加王子麵在麻辣鍋裡面 王子麵 王子麵就是要配麻辣鍋啊 我知道 我不知道王子麵煮在白湯的意義是什麼 大家 王子麵真的要煮在麻辣鍋裡面 不然 真的不要點王子麵了 大家 王子麵存在意義 就是要在麻辣鍋裡面煮 所以我通常吃麻辣鍋 我就是會加王子麵進去 對 哈囉Larry 哈囉Lulu 對 王子麵很稀有 可是我 我覺得還好耶 比起高麗菜 我覺得還好 王子麵很稀有對不對 王子麵撈出來之後 你們再下白湯進去 就是很完美了 就很完美了 對 王子麵我不喜歡 我喜歡煮久一點的王子麵 對 我喜歡煮王子麵 像我媽媽吃王子麵是吃 那個 超級脆的那種 就那種港式的那種公仔麵 謝謝果凍酒他的愛心小蛋糕 當然我不行 我一定要吃到軟的 我一定要 因為對我來說那是餅乾 就不是麵你知道嗎 那個狀態是餅乾 我覺得很奇怪 我現在吃麵 不是吃餅乾 對 謝謝果凍酒他的愛心小蛋糕 Mina在投巧 為什麼Mina要投巧 Mina Mina很喜歡吃很脆的蛋糕 是不是 你們也跟我媽媽一樣 我跟我 我跟我爸爸是一樣 我媽媽是自己那一派 就是 吃脆脆的那一種 謝謝 楊公公的愛冷煙火 脆的就很奇怪 我就覺得很像在吃餅乾 我就 沒辦法接受 喔 鍋燒麵 鍋燒麵是哪一種啊 是 就是 我不吃 就像我 我不吃那個 台南的那一種鍋燒麵 就是 也是硬硬的 台南的早餐 不是會有 那個什麼 鍋燒意麵嗎 我那完全不行 因為鍋燒意麵就是那種 脆脆的 它就是會面心沒有軟 就是 我都不知道我在吃什麼 對 哈嘍黑熊來了 哈嘍哲熊 哈嘍永妮 對啊 那個我就不吃 所以台南的 人家都說什麼 台南早餐要吃鍋燒意麵 那我就完全不能接受 我就是 對 我就是 沒關係 謝謝 我要吃那個 黑胡椒麵 這樣 烏龍麵加在馬來過 烏龍麵我是比較少點 因為烏龍麵就比較 烏龍麵就比較 我覺得比較飽 意麵戰爭嗎 沒關係 我就先不參與 呵呵 我不喜歡 飲麵 對 哈嘍燕 對 泡麵QQ的我不行 我喜歡吃軟一點的泡麵 那也不能到爛 到爛也很 到爛你就有點過頭 但我喜歡吃 就差不多 很難去 很難去講耶 就差不多 芋頭我就是 完全不吃 對 晚安朱里恩 什麼時候多了個杯子 一直都有啊 我剛剛拿來喝水 水是不可或缺的大家 大家也要多喝水喔 我拿很挑食 就只有幾個不吃而已 今天珍奶是哪 今天的珍奶是50蘭 50蘭 50阿拉西 50阿拉西 今天是50蘭 謝謝小拐麵Q的 Kiss Juju 謝謝小拐麵Q的 Kiss Juju 對今天是50阿拉西 飲料不是水 飲料對我來說是飲料 飲料對我來說不是水 對 混珠 沒有我今天喝波爸 對我今天喝波爸 哈囉林小璐 謝謝鍾影的 鍾情玫瑰 哈囉休澤 哈囉正 不能主持美食節目 不會啊 美食節目我就會 以一個客觀的心態把它吃下去 對我就會 強迫自己吃 但是拜託不要選泰式 因為我沒有說服力 你們知道嗎 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不吃泰式 然後還要 還帶我去吃泰式的話 真的是很沒有說服力 對 其他的話我基本上可以硬吃 芋頭那些我也可以硬吃 你知道嗎 對 不要叫 芋頭全餐 不要找我 不要找我 對 晚安捏捏 謝謝廷瑞的 浪的心 膠麻雞也有點不行 不行 魚露的沒有 不行不行不行 我不行 泰式我真的不行 對 泰式我真的不行 哈囉豆芽先生 對泰式會直接 泰式會直接退通告這樣 泰式料理中 不好意思 就真的不行 對 我是煮泰麵都煮幾分鐘 我煮泰麵都 呃 不知道欸 看我狀態 我沒有在算的欸 我沒有在很精準的算要煮幾分鐘 我就是看 那個狀態 好了就可以了 對對對 我吃生魚片啊 我吃生魚片 哈囉 對啊我可以想一下 YT企劃 大家可以提供 有趣的企劃 哈囉 我要修著 Tim哥的圍巾 我會幫你轉答這件事情 說你的圍巾還不錯看 這樣子 哈囉名利 泰式奶茶我也沒有很愛欸 說實話就是 但我蠻喜歡去泰國玩的 印度菜我沒有吃過印度菜欸 你是說那個 印度餅嗎還是什麼 我沒有吃過印度菜 我有點不知道 怎麼 評價印度菜 但基本上就是 東南亞的料理味道 我比較沒那麼 能接受 對 嗯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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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利 越南咖啡 我沒有沒有喝過越南咖啡 就我覺得跟緯度有關係嗎 你們不覺得嗎 就是 可能 樂帶國家 緯度會越來越下面嗎 就是 他們的味道就比較偏 可能因為很熱 他們就比較偏那種 酸辣清爽 檸檬 但是我超級不喜歡 檸檬是 放在 鹹的食物裡面 我很喜歡吃檸檬塔 可是我 我沒有辦法接受檸檬 檸檬在 鹹的料理裡面 就可能跟緯度有關 那像 對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個人口味 個人口味 欸我是不是應該要唸個排名 對 檸檬是很甜的 我超級 我超級超級喜歡檸檬塔 我跟大家說 我真的是 蠻喜歡檸檬塔 這個甜點 對 謝謝Ricky的真情告白 謝謝Ricky的真情告白 可是我真的不能 欸謝謝土司土司送我 坦尼克玫瑰 謝謝土司土司的坦尼克玫瑰 我真的不能接受檸檬飯 鹹的料理裡面 不能接受 你才剛來 歐蔻 歐蔻 歐蔻晚安 歡迎光臨 去馬來西亞 我食物都還可以接受 下次中午直播很久沒有 對啊 下次 應該會趕中午沒有意外 我再問問 你們可以 中午直播 很久沒中午直播了 對 謝謝NEO的帶我去流浪 謝謝 幸盈的浪上野豬冰冰來囉 為什麼在這直播 HOLD IN 因為媽媽今天也要上網路課程 所以那間房間就要給他用 所以我就只能在哥哥房間直播 謝謝M的一封信 謝謝大家 為什麼今天在這裡就是這樣如此 然後禮拜11號 因為媽媽這個禮拜都要上網路課程 那11號的話如果 哥哥可能 哥哥如果要用房間 不是 對 這是哥哥的房間 就是 應該是說哥哥如果在房間的話 我可能就要改成 中午12點直播這樣子 先跟大家說一下 會IG公告 應該會公告一下吧 不然我怕大家 我怕大家會 那個 還是我不公告 突襲開播 不行啊 我還是要公告一下 這解釋有點兇 沒有啊 你哪有 我哪有兇 我很可愛好不好 一點都不兇 今天解釋幾次了 應該四五次吧 那我一點都不兇 一點都不兇 謝謝趙恩的爆竹 突襲有點壞 好啦那就不要突襲 不要突襲 對 你週三週五還在居家 喔你還在居家上班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那個 一起消磨時間 對所以要問一下哥哥是怎麼樣的情況 畢竟我們要尊重他的房 這是他的房間 對對對 Tim哥 跟Tim 你要加時間 什麼意思 我跟Tim哥說我要加時間 對我們一起消磨一下時間 對 我要唸排名唷 唸排名唷 等一下我先唸個排名 哈囉 凋謝 週三不午休 大家一起午休啊 好不好 先唸個排名 第20名是 Aquila 19名是阿斌 18名是 哇摩吉 17名是國中九號 16名是夏 15名是博城 14名是小寡面線 13名是主星丹 12名是智 第11名是第一美少女 的粉絲 易生俊 第10名是Derek韋 第9名是中瑩 第8名是Nio 第7名是吉米粥 第6名是勇哥 第5名是Ricky 第4名是清雲 第3名是欣盈 謝謝欣盈 第2名是家居 謝謝家居 第1名是吐司吐司 謝謝吐司吐司 耶 謝謝大家今天來看我直播 你知道有時候直播時間其實很難 雖然說已經擺了一個時間 但有時候真的會一些遲到或什麼 或是突然有事的那種發生 對啊 就是 沒有辦法那麼那個 謝謝陳吉 送的超新星會員票 對 相信大家也 能夠理解 哈囉小嘿嘿 謝謝M的緣分相遇 謝謝大家今天來看我直播 嗯 雖然我今天燈光很怪 哥哥什麼時候要嫁人 中午可不可 可能不能來 喔 Hoin沒關係的 但就 沒事 蛤 對啊下一個10R 之後要一直更換好麻煩 還是叫我妹用她自己的手機直播 就不要用我的10R了 這樣子 哈囉 林洋晚安 哈囉 Michael Mina開播了 這是無縫 無縫街上 拜拜 小嘿嘿 拜拜 晚安 JC99 晚安 7788 晚安 Ricky 晚安 Oko晚安 阿Ben晚安 吐司吐司晚安 綜藝晚安 吐司吐司才剛來嗎 有嗎 成吉晚安 Aton晚安 趙恩晚安 家具晚安 醫生祝晚安 善悍晚安 晴米祝晚安 陽熊晚安 陽光晚安 林洋晚安 沐沃晚安 晴米祝晚安 Hoin晚安 Ricky晚安 Roka晚安 林洋晚安 康晚安 庭晚安 庭晚安 廁所在哥哥的房間直播 因為今天媽媽要上網路的課程 然後我就沒辦法用她的房間 所以我就要跟我哥哥借房間 瑞晚安 庆宇晚安 信宏晚安 保羅晚安 七八八晚安 Edan晚安 檸檬晚安 蘑菇晚安 龍騎士晚安 阿絕晚安 杏妮晚安 尼亞晚安 林洋晚安 Derek晚安 祖司晚安 野元晚 影之助晚安 成恩晚安 林洋晚安 阿絕拜拜 保羅晚安 土豆晚安 TeeTeeShirt晚安 Frank晚安 小朋友們學晚安 Edan晚安 性太晚安 終於晚安 Oka晚安 阿森晚安 志晚安 金米粽晚安 寫上去欸 沒關係這是我們的樂趣之一 對 這是我們的小情緒 我可以接受 Joe晚安 Gag晚安 毛巾哥晚安 灰仔晚安 日洲晚安 瑞隆晚安 金米粽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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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浩晚安 家居拜拜 恩 凡事 球果員晚安 保羅晚安 土豆子晚安 月安晚安 雲頭貓晚安 宣偉晚安 我自己的房間 我自己房間不太適合直播 就是太小了 對 二趣味 菜晚安 Luka晚安 益生巨晚安 謝謝益生巨 線上來個幾秒 等你們 等大家 謝謝船長 WQ晚安 Oka 拜拜 小良 小良拜拜 先不要 演唱會延後之後 一些特別讓你公佈嗎 算有吧 我不知道 對於你們來說 你們會不會覺得是特別的消息 對 但是我覺得是有好消息 希望對於有一些人來說 對 至少是 對 好媽媽媽 大媽媽 就 大以後就知道 對 謝謝Ricky 房間小 房間小 然後 呃 坐得不太舒服 腰就是 就 嗯 前期有在自己的房間直播過 可是 不太 不太 適合 對 期待 晚安 晚安 七號微星 晚安 思涵 晚安 風風 晚安 歡迎正式 晚安 七號微星 對我腰不好 老腰 我這個老腰 換一張電競魚 我房間擺不下電競魚啊 對 Kate晚安 秘書晚安 因為晚安 我才沒有在騙大家咧 對 如果那一天 不會啊我覺得對大家來說應該都是好事 我只是講話比較保守而已 呵呵呵 應該我覺得對大家來說都是好事 但我講話稍微保守一點 我怕大家期待值太高 實話說就是 MJ說的 不要有期待就不會有失望 對 大家晚安 晚安 延避是好事嗎 我覺得 沒有什麼好事不好事欸 就 順著走 對啊 就 沒辦法決定的事情很多嘛 所以我們就順著走 對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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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活在我心上 唱这一把伞 拜拜晚安 晚安晚安 明天会不会两条线 其实说实话真的是Rai说的这样 这个事情真的很难说 大家保持开放的心 Open heart 大家保持开放的心 乐观面对 加油 多喝水 谢谢 拜拜晚安大家 路上遇到可以跟我打招呼吗 可以啊 拜拜 待会可能会很惊恐 如果素颜就不要跟我打招呼 对谢谢 拜拜 大家拜拜 星期三见 拜拜 Rex拜拜 拜拜 再见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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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